請副部長一下 楊副部長請 副部長 吳敦義院長昨天要求各部會 要提出撼動人心的數據 給行政院 我請問國防部 吳院長要求撼動人心的數據 我們國防部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到底有多少撼動人心的數據 報告委員 國防部是屏障合一 尤其是在這個救災方面 你舉幾個例子撼動人心的數據 我們在整理當中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從過去去年八八水災以後 那麼國軍參與這個所有的災難的救災救援的工作 這些數據我們正在整理 除了這個救災的努力之外 關於作戰戰備 我們有什麼撼動人心的數據 有嗎 報告這方面的數據的整理 我們請連三跟您報告一下 王次長請 報告委員我是作戰次長 有沒有撼動人心的數據 我們作戰整個作戰的不管是演訓也好 作戰的訓練也好 我們都是適合在做 我告訴您 漢光演習出包連連 演習變作秀 作秀變鬧劇 然後部隊當中的信息系 這個層出不窮 軍績蕩然無存 然後最近又發生這個江國慶的行求逼供 軍中有如東廠錦衣衛 有什麼震撼人心的數據 有什麼撼動人心的數據 我們的演習不是委員所看到的 軍績不揮 我們的成效是很顯著的 我們整個演習都按照我們的計畫進行 我告訴你沒有 全部都是按計畫在做 兩人來喔 國防部沒有成就感沒有參與感 敵我意識模糊 讓國軍部隊不知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有什麼撼動人心的數據呢 沒有啦 不要再騙人啦 好你請坐 我請問副部長 我昨天一夜難眠 垂胸自責 十四年前 將國慶的父親向我陳情的時候 我聽信片面之詞 當時空軍告訴我鐵正如山 還有自白 今天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是 軍中如強盜 這個 如強盜 民葬 民火之葬 魯仁父兄欺女 我們的軍中是這個樣子 行求逼供 灌隨電擊 然後還要活滿 還用三十七個小時的 違法的體能訓練 然後取得他的自白 然後槍斃了他 我昨天一夜難眠 如果當時我更強勢的為江國慶出頭的話 我如果不聽信 國防部的片面之詞的話 或許我能救回江國慶的一命 我覺得軍中非常的可恥 非常的慚 難道國防部沒有一點點的 緩醒的廉恥嗎 好 副部長 報告委員 當看到媒體報了以後 個人幾長官們都心情非常的沉重 那麼我們也是非常尊重 監察院對我們的提出的糾正 在收到糾正文 我們看完所有的內容以後 我們會非常非常慎重地處理這個問題 你們難道不應該向社會道歉嗎 報告委員 我們還是要依法行政 我十四年前 我不能夠救回江國慶一命 當時我剛剛當選立委 我也沒有過度的自信 同時我也太聽信了 空總給我的這些說法 我就沒有積極 當時也沒有那種自信說 積極的為江國慶去爭取他的權益 畢竟我們手上沒有證據 我不知道他是清白還是他真的犯了案 結果在八十六年的八月十三號 江國慶被槍殺的時候 我心中還是一團的迷霧 我還是堅信江國慶當時是清白的 如今經過十三年 證實江國慶是清白 當時是你們的這個所謂反情報總隊 行求逼供 我請問你 黑白雙煞 還有女羅煞 這樣的反情報總隊 他有軍事的軍法的調查權嗎 他有司法警察權嗎 他怎麼可以言行逼供呢 這樣的部隊 這樣的國防部 猶如東場 還有司刑 還有錦衣衛 你們難道不應該道歉嗎 部長 報委員 剛剛下您報告 看到這樣的一個寫這個情況 報導 我們心情非常沉重 但我們還是要依照 監察院給我們的 就這個案的權問以後 來非常深重的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是國軍之詞 當時的空軍總司令 就是陳兆明先生 我要求 國防部啊 這個沒有什麼公務員的懲戒追效期已過的問題 這裡面涉及到行求逼供 這裡面涉及到偽造文書 這些都是公訴罪 國防部應該立即懲處 當時涉及行求的這些私職人員 要不要 報委員 我們在查明事態原有以後 依據證據 我們會做一個立即的處理 另外 追究陳兆明的責任 要不要 報委員 我們還是要查在市民以後 我們再依據證據 做明確的處理 第三 立即國賓 要求國賓 立即國賓 一條人命的 今天 真兄都已經要抓到了 這個許信主權 跟江國慶 在部隊的時候 是上下部的士兵 今天主權已經抓到 八月份 八月五月 八十六年五月份的時候 這個許信主權已經承認 世信女同的案子是他做的 然後你們還在六月十三號槍斃 江國慶 可惡 可恨 有沒有人性 各位 有沒有人性 今天監察院都已經做出報告 你還要查明事實真相 你們到底有沒有人性 你們到底有沒有人性 還有一個反情報總隊 專門在做警衛衛東廠的工作 還要行求逼供 灌水 電擊 還要做冰塊 還傳出說 反情報總隊有十大行求 裡面有黑白羅煞 還有一個女羅煞 我告訴你 通通把他抓起來 部長 通通抓起來 這些違法行求的人啊 反情報總隊 通通要追究責任 一個都不能放過 我們會 依據所有的證據 慎重的處理這個問題 調查清楚 那麼再做一個明確的一個回應 柯宗慶 鄧振環 李直仁 何祖耀 李舒強 這些都是 沒有人性的畜生 行求逼供 什麼時代啦 結果 望送一條人命 他是我草屯鄉下 非常淳樸的一個年輕人 他在二十二歲 就被你們軍中 不法的行求逼供把他槍絕 把他槍燒 難道你們當官的 國防部的這些 將官們 難道你們沒有一絲靈敏之情嗎 大家都那麼沒有人性嗎 沒有責任嗎 我要求 立即查辦獅子人 要求追究陳兆明 當時是空軍總司令 陳兆明下令 反情報總隊去 嚴刑逼供 陳兆明 最無可犯 應該立即追究他的責任 另外 馬上國賓 不要再拖 檢查案的報告出來 就要聚以國賓 不要再讓家屬造成第二次的傷害 好 同時要立即 由 部長 到江家去向江父親 江國軍的父母 去道歉 去謝罪 這個才能平息社會之怒 社會之怨 也才能洗刷 國防部 我們國軍的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罪責 洗刷一點點的罪責 做得到嗎 報委員 您的指導員建議 我們一定會帶回去 慎重的處理 做同樣的考慮 做得到嗎 我們在審慎所有的證據以後 您的意見 我們會列入慎重的考慮 不要讓江國慶的爸爸 還要跟你打國賠啦 還要跟你打國賠官司啦 不要再丟人現眼啦 我們就立即趕快去國賠 然後部長就帶著空軍總司令 去江國慶的臨前上鄉 去跟他祭拜 去跟江國慶的父親道歉 然後向全國人民 要求原諒 道歉 這個才是負責任的國防部 否則的話 這種軍中支持 我告訴你 沒有人敢讓他的孩子去當兵 沒有人敢讓他的孩子 送到這種有東廠警衛衛的部隊去 可悲啊 我昨天一夜難眠 真的是一夜難眠 當時我如果強勢出頭的話 或許能救回江國慶 我真的 很難過了 很難過了